据太阳报报道 当地7月19号下午 英国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海的公务员抗议戴口罩 据悉 此次抗议应该是针对此前出台的一项新规 该规则规定 从7月24号起在商店超市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将强制规定顾客戴口罩 不戴口罩的顾客将被罚款100英镑 据报道 活动人士将此次游行活动说成是在维护英国自由 从现场流出的照片可以看出 抗议者们会舞着写有 我将不戴面具不接受检测的标牌 并且设委者还声称 政府将国家封锁的行为是非法的 并反对新冠疫苗接种 一名男子被拍到穿着一件白色T恤 上面写着拯救人权拒绝武器拒绝接种疫苗 另一名女子的上衣上写着质疑一切 另外现场一位名叫利亚巴勒特史密斯的活动组织者说 因为政府一开始说没有必要戴口罩 很多其他独立科学家也反复说过同样的话 那么突然强制要求戴口罩就没有道理了 巴特勒史密斯女士还指责政府试图故意吓唬人们 并声称部长们绝对是别有用心的 让戴口罩成为强制性的 说是别有用心倒也不至于 但是英国政府有时候的行为 确实很让人摸不到头脑 这就让他们的权威性在民众心目当中大打折扣 据悉在一次直播活动中 鲍里斯曾公开表示 在封闭空间中戴口罩是必要的 但是在另一个电视采访中 当英国环境大臣被问到戴口罩这个问题时 他却说戴口罩不需要成为强制规定 于是取舍之下 崇尚自由的英国人民 更倾向于环境大臣的说辞也就不足为奇 其实英国关于戴口罩已经下达了不止一次命令了 据悉英国在6月中旬就已经要求民众 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必须戴口罩 7月10号起 诸葛兰部分地区的商店 已开始要求顾客在进店购物时要戴口罩 或使用其他的遮挡物遮挡面部 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 并没有多少人遵守规定 所以7月13号 鲍里斯才宣布将实施最强口罩令 但是实施的那天还没有到来 这个最强口罩令就已经遭遇了滑铁炉 这件事不禁让人联想到前一段时间 颁布强制口罩令的美国德州 当时一名英国记者戴着口罩 在该州休斯敦市政厅外采访时 被现场的口罩令反对者大骂愚蠢 所以说 想要劝服那些人戴口罩是很困难的事 毕竟永远也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